能够成立一个实体书电振兴计划小组 跟金产神一样 日本也面临到台湾 日本的文化出版业 书电经营环境跟台湾是很类似 也面临到台湾一样的环境 所以日本政府重视到这个问题 所以还要成立实体书电振兴计划小组 书电是最美丽的地方 21是针对16岁到22 这个是对这些我们学生 不管是应该是16岁高中生跟大学生 都有很大的注意 所以20亿是针对高中以上的学生 到大学生 如果我们针对目前全国中小学 学生人数是178万 如果有500元的图书券 所需的预算也只不过是 不到9亿8.9亿 所以这个不到9亿的预算 可以让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 一年有500块的这个所谓图书券 可以去购买他们想要看的书籍 是15岁的预算 我再次会购买的吧 所以我们在升红柄图书券 我这一年有的领算 不过是一个人的领算 在这一年有超红柄图书券